现议员林荣宏为第二选区所选出来的议员 长期以来关心地方建设及相关议题 此次在南投现议会第十八届第七次定级会议中 首先针对草屯镇手工艺智慧园区的开发案提出看法 希望县府开发时能够多倾听民意 就叫一下我们建设处理处长 我看你在草屯镇的20公斤这个土地在南开对面的土地 你把管长报告说未来这个土地20公斤的土地 要怎么继续做 未来说有80公斤的枪枪 30亿的金牙的投资会在南投官 未来会有12公斤的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12公斤的工业用地 我就叫一下李处长 处长你那一天的这个简报 到底有几个人参加 从你所发布的照片里面 我看起来人数不多 我现在跟你谈讨三个问题 你今天你要做这个 从这些土地 本来是这个 尤其是在土地叫来 你要把变境做同样的地方 你把变境做同样的地方 你的规划 南投县议会都通不知道 南投官议会不知道 地方的民众 我在地方做议员 在那算出来的议员 我们当地的议员我们也不知道 那你跟县长带了大概十个人去 过去 新闻就发出来 当地的社区理事长 副寮社区理事长 马上跳出来说 我没有希望工厂设在这里 市长 你认为你在规划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思考欠当的地方 所以我问你 你可信心评估做不 每个人都要买 地方你才有问到地方的意见 我要就叫你说 好 那你要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要这样子规划的时候 你要去申请保障的时候 会有各地的方采和人沟通 也就是说 草屯政公所跟县政府的意见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 那好 不管怎样嘛 政府是议题 那如果未来你要这么规划 你草屯政公所的意见 跟县政府的意见 能够融合在一起 都可以这样同心 说为了大家的方向来打拼 这样不才对 那不是这样 结果咧 草屯公所的生活跟你的生活不一样 来 县政府我相交 未来咧 你说你告诉我地方说 我还会留下来公园绿地的地方 运动公园的地方 你一年 这人会听下去 林永宏议员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与草屯政公所协商 研异未来该如何开发 更希望能够与地方的民众沟通 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纷争 那我认为啦 管政府的想法 跟公所的想法 如果能够合而为一 那未来不是没有主力吗 处长 为什么你要硬着头皮硬干呢 你告诉我说 会有80家厂商 处长我就叫你 你的新闻港 你80家厂商 80家厂商在哪里 我要跟你探讨就是说 你不能用核杆四个啊 你至少一个数据给我 就像之前我救教观光处啊 你跟我说为什么啊 好 这个开发全力已经 是6千5千万 6千万 我说来 你跟我说为什么啊 他还是答不出所有的 我现在就叫你 你还是答不出所有的 你跟我说啊 当地的手工医院是怎么怎么 我预估会有这个 你今天是 7亿5千万的投资案呢 你可以用这样几句话说 我预估怎么样 就可以达到吗 而且 处长 我相信你是建设处长 这个地区 是都市计划范围内 你很清楚的 当地教会反而来 旁边是都文教区 族地区 你来做工庄 你认得合理吗 这不是你这样子讲 就不是污染性的工厂 他是工庄 工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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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时更是穿着鱼衣一样为社区长辈们服务 前缘李永宏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 让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能够享有完善的设施及服务 这是山坎里的关怀据点 人要去土房 结果没法去 结果这个土房要在露天来在煮食 如果按照食品卫生管理法其实这个都不对 你在露天我们所有的很多关怀据点 土房都几乎没有使用制造 你在露天 租家 其实按照食品卫生管理法这都不对 这都要开放 那我们政府委托人家办理的关怀据点 第一个人没有土房 第二个 你要看 连议员的太太在那里做志工也要去参丰露雨在外面露家 这样来地做土房 我要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们南投县政府竟然我们鼓励人家办理关怀据点 结果我们竟然没有办法帮地方解决问题 我们竟然没有办法帮人家解决问题 为什么他们今天在露家 主持人家 因为刚才露大 所以这架子的主持人家 帮来在这个旗楼下面 其实他们平常都是在 就是大太阳底下在主持人家 我要跟你说 这存在的问题 建设处 类似像这种小问题你不解决 你只想这大问题 大问题结果你又不一定推动不走 我跟我们南投县政府 这样你讲就是说 像这种问题你没法度去解决 他要去日路 他要搭 土房 你都没办法解决 你投资就投资7亿5千万 结果未来有可能 撒不走 因为这一个问题会产生什么 你要看很多地方的官员 今年在露天 露天底下在主持人家 这其实都不对 都违反了食品卫生管理法 啊 特传利益几乎都有遇到这个问题 啊你如果看像这个 議員的材料也在那里 要拿经约给他 结果管政府没在那里做 结果管政府没在那里做 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有时候政府应该说 人民的小事情 你把它解决反而你的施政难易度会提高 所以我认为说 县政府的相关的官员 其实应该要去好好思考类似的问题 应该要如何把问题解决这是重点啊 啊你结果你拿那些 结果呢 撒不走 啊你讲的说 索利 35亿位都来 80千千千位都来 其实你也都腰中不 那只是喊口号式的一个开发跟规划 其实对地方未必有利啦 我希望我们县政府好好来思考 现在许多学校因少指化的关系 不是并校就是废校 而废校后减少县府的支出费用 县长也允诺将费用投资在教育方面 就此问题 县议员李永宏也提出质疑 我们在议会 很多议员都很相当关心的教育 都一直把包括管长甚至资政 资政处长 主界处长甚至跟当时的 平处长说 说你把他毁掉这几间学校 监督管政府的支出 求5千万左右 那当时任管长也在议事典 当年答应 说毁掉的 省下的这5千万 谁不买有50%就是2500万 投资在教育 他有公开承诺这件事情 那个 副处长你记不记得有没有这一回事 我要跟你说是说 来 你省掉2500万 不然你省不然你也跟我说 你2500万 已经一年两年了 你跟我说你真假的 你花在哪裡 李处长你一直 去关心学校的时候 你跟他 一直在喊说你很穷 你手上没有钱可以用 学校这一些小鸡 熬熬带补啦 结果你做一个教育的母鸡 你结果说 你身屋边你只能 说哪一千 几百万 两三百万 好赢而已 你需要的需求是好几千万 你记得我后来我跟你说 我帮你找一条 找一笔钱 处长我先就叫你一下 不管读经或是你的不妨计划 都没有说不好啦 但是我要本席要在这里 跟你探讨一个问题 一个彭处长他上来的时候 因他的喜好他一直在推动读经 要也要求我们所有的学校 大家共同来配合 李处长你上来的时候 因为你的过程跟你念的书 跟你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你一直希望来推动 不凡计划 好本席要就叫你 南岛管政府会教我证情 假设啦 假设外人外人来做处长 他推动的 他要来推动数学教育 那不行 整个南投县教育处 他有他的制度 绝对不是因为处长 你个人的喜好 而来变更 而对于县内许多建设 县议员李永宏希望县府各相关单位 能够建设不分蓝绿 才能让县民享有完善的生活品质 县长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谈个案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管长你的事情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分 哪里 不能分 对你来说是 红白黑白的议员 秦丁明宏会跟你结讯 县议员李永宏说我不错 我就听到 也觉得到底是真的不错 还是假的不错 我也搞不清楚 县 不过总是 管长你刚才说了 你把那个心影帮忙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你穿那些都尾到地方了 敢说做长照 参加理智的事要做起床 要做长照 这才有 变成才有困难率 我相信是没有吧 甚至管长你又 你又是不是你的意思我不知道 或是中间这传媒不知道 你又有人去传媒给李永宏 李永宏你如果想支持人民筋 所以我会跟你谈谈 是你的意思 或是鞋双人的意思 我不知道 但是 李永宏就有传媒 李永宏说 你就好我做 我可以跟你支持 你就支持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管长 有当时 改造的工作 有没有公益性 你都要去那里做 不要 不要为了说 地方有破坏需要 我相信你解决问题 议员 也是在帮宪府解决问题 我们也是为民来反应事情 反应的事情 事情要改冠 我相信 整个经体临流关的案件 问题就改冠 相对的你的民意支持 都没有这些管 相对的我认为 我们的核心 应该 有的八成的尊重 才是 针对开发在草屯镇的 手工艺智慧园区 先议员李永宏也提出看法 希望 先府各相关难位 能够谨慎研议 也期许能够 与地方民众沟通 这样才能让政策落实 也才能让地方发展 有关在草屯镇的部分 你有写到说 打造国际商业城 那东西是不是你的政権 是啊 有什么 你现在的方向又不一样 说要做 变更正的皇帝 產創圆区 正的皇帝 但是这个过程 你当初的政见是说 要打造国际商业城 然后现在变更为工业用地 你希望说这个政策 到时候你要变更正的 你做工业用地 观光工厂使用 为什么 你本来说打造国际商业城 转折成 产业园区 为什么你没有跟地方沟通 为什么 只是你管副 自己副自己做 你不要说的意思 他这个还没开始 所以目前 管政府的政策是不是 还是继续打造国际商业城 但是本人认为 在那些地方 不適合做这个工业皇帝 除此之外 对于县内许多小缺失 也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质询 希望县府各相关单位 能将不完美的地方补足 重视地方民众的声音 才能共同打造美好的南投 希望县府能够以名义为依规 让南投县民更安居乐业 迷新闻 李永胜 专题采访报导 好 好 好